手很累 手也很能扛 于是手生病了 脱胸骨的时候手一戳在腿上 就发现胜不止了 不疼 但是胜不止了 的时候看孙子呀 这时候可能劳动量会更大一些 发病率是很高的 有的时候开在墙壁上 脱里一颗就得很多很多的碎块 扎到这样的手里 北京积水潭医院手外科专家 为您接力解答手部健康知识 是一种非常典型的 饶骨净突的健康 静静关注 走健康之路过健康生活 大家好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的健康之路节目 我是纪玉华 今天在现场我特别高兴看到了 我们现场一百位观众 还有两位嘉宾 咱们来认识一下 掌声欢迎朱波和李正两位 今天要跟大家讨论什么样的话题呢 大家看我左手边这个桌子上的东西 掐线板 一拉罐 气水瓶 打烟灰缸 还有呢 这个是咱们喜欢吃的罐头 锤子 剪子 和锋利的刀 说完这几样 大家有没有概念 我们今天要讨论什么样的话题 外伤 外伤 好像在观众当中有人说是外伤 那到底是哪儿的外伤呢 今天我们要请到重量级的专家来为大家揭示 掌声欢迎北京鸡水潭医院的田文教授 欢迎杰基教授 田教授您好 大家好 作为观众朋友 大家好 那么因为我们手呢 是最常操作这些东西的 直接的操作这些物品的 那么可能带来手的损伤的机会呢 就更大了 这个刀能理解哈 切菜的时候不小心切到 插线板 这怎么能引起手部的外伤呢 比如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 一岁多 刚刚走路地上玩 拿两只金属的筷子 我们有这样的病例 拿两只金属的筷子 他看到这窟窿好玩 两只筷子摇摇晃晃走过去 把两个筷子插在这个 插线板的两个窟窿里 那这样结果呢 结果会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手部的电烧伤 电烧伤啊 对 那这个呢 怎么还会 这个我们林团也是不少见 跟下属讨论问题 发生一些矛盾吧 情绪非常的激动 当激动的时候 情绪一失控 旁边就搁着一个烟杆 怎么着呢 就拿起来烟杆 啪一拍 拍在一个硬的桌面上 或者有的时候拍在墙壁上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是易碎的 那当时就碎了 那直接受损伤的就是手 那我们就要说一说 当手部发生外伤的时候 咱们应该怎么样处理 好 好 请田教授回到座位上 慢慢给我们讲 谢谢田教授 当你手部受伤的时候 如果血出的特别多 咱们该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大家想象一下 手指出现外伤了 而且流血非常多 那么下面哪一种方法 止血的效果最好 有人说用外用的止血药膏 药物 还有呢 说用那个橡皮带 扎紧手指的根部 再有呢 就是用纱布 赶紧的包扎伤口 好 那咱们现场 一共100位观众啊 大家通过手中的选择器 来表达意见 开始选择 我一般呢 都是选择这个 纱布包扎伤口 纱布我觉得要多包几层 你觉得包完之后 有效吗 能止住血吗 也有效 有效 因为它扎得很紧的时候 包的层数比较多 然后也觉得能止住血 李正你以前遇到过 手部的这种意外伤吗 出血的时候怎么处理呢 我通常采用这个AC相结合 抹上云南白药 再包纱布 过一段时间呢 它可能会截血块 截硬了 可能需要定期公换 是一个比较复杂 看伤口多深了 那现在来讲 比较通常呢 可能就最常见的 大家都贴伤口贴了 好 那这样哈 刚才你们两个 基本上是在 用外用的止血药和纱布 包扎伤口的方法 这两点啊 有没有跟他们观点 不一样的观众 举手示意我一下 哪种止血效果最好 那就是橡皮袋 扎紧手指根部的效果最好 我是这么认为的 您平时生活当中 手外伤的时候 用过这种方法吗 要是轻伤 就是有一点想搞出不用 要是那个手指流血 特别多的时候就用 您家有那橡皮袋吗 就用橡皮袋 就那个松紧袋就行 松紧袋也行 就是咱绑头发那种 绑头发的也行 还有那个就是 穿那个裤子用的那种松紧袋 那都行 来这样咱们看看现场100个观众 对于这问题会作何认识 绝大多数观众选择的是 用外用的止血药 就是你刚才说的云南白药 对吧 也有将近三分之一的观众说 用纱布紧紧的爆炸伤口 咱们来看看田教授推荐的是 只有五分之一的观众选对了 为什么是用橡皮筋捆绑手指的方法 是最有效的呢 而且该怎么做呢 这个问题让何佳博士来告诉您 有请何佳 如果说到这个效果最好啊 那还是用这个橡皮袋来扎一下 效果比较好 为什么这样呢 我们请上一位观众朋友 一起我们来示范给大家来看一看 您好 平时有没有这个手划伤过 经常有 经常有 对 一般怎么止血呢 一般都是创可贴 创可贴 一张就行了 对 一般来说 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答案里面 如果说用各种的止血药物 或者是用这个纱布 加上这个胶布的这种组合 它对于一些小的一些创面的出血呢 效果是比较好的 如果说出血的量比较大 它往往都是这个动脉受损 而这个手的动脉是在什么位置呢 我们给大家画一画 我们对着这边 一般来说呢 它在这个位置 这里 还有这里 还有这里 什么意思呢 它是在我们手指的两侧 略微的靠近手掌的这个方向 就是在手指的两侧 略微靠近手掌的方向 在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第一步应该这样 这个手指头 两只手捏住这个指根的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刚才摸到波动的这个位置 给它捏住 其实就可以了 我们就如果说家里离这个诊所或者医院比较近呢 就可以及时的进行这个缝合呀 轻创呀 这样一些工作 如果说 比如说双手双脚踝的路上呢 不方便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一些 有弹性的 比如说橡皮带呀 像我们刚才观众说到的松紧带呀 来接扎一下 绑住什么位置呢 根部 不要这样使劲的 这样绕 这样不行 扎得太紧了 略微的带一点点力量 给它绕上几圈 根据这个出血的情况 如果说出血的量非常非常的大 那么可能我们多绕几圈 如果说出血的量不是很多呢 绕个两三圈就可以了 现在应该你感觉到会有这个手掌 手指有胀胀的感觉 稍微有点 有一点 那其实呢 就说明我们已经起到了这个 动脉压迫的作用了 那么如果说我们家里离这个医院比较远呢 我们在路上每隔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 还应该给它松一松 让它恢复一下这个血液的流动 再给它缠起来 一直等到医生来处理就好了 好了 也谢谢这位观众朋友 谢谢你 不客气 这就是我们教给大家的手指出血 止血的方法了 好了 小季 好 谢谢何教博士 我想问一下田教授 你看如果这个手部发生意外伤 而且伤口上还附着了这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的时候 咱们应该怎么样的去处理伤口 你会怎么做 提着 比如说户外的话 会带一些小的点酒包装 咬牙带舵脚的 咬着牙也得清干净 你这什么叫咬牙带舵脚的 真疼 太痛了 那是真的疼 就直接上最厉害的 消沙效果最好的 我觉得这样是最有效的 就是你现在可能有点刺痛 可能稍微忍忍 但是最起码你的伤口 减少它很多的感染和化农的概率 严格地讲 这个清理伤口这个过程呢 应该是由医生来完成 但大家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 比如野外呀 或者家里离的医院又比较远 可以自己去先做一些清理 没有问题 我更正一个概念 如果这个皮肤裂开了 可能我们身部还有好多 比如血管呢 神经呢 这些非常重要的组织 如果你拿这个强烈的 这种刺激的酒精 或者这个点酒 那么可能会进一步加重 这个身部组织的损伤 但是我在大街上经常走啊 咱们经常可能大家都遇到过 看到很多小朋友 膝盖上有碰伤 手上有碰伤 手上有碰伤 经常涂满了紫药水 红药水 但给我感觉呢 就是父母直接作用于他的皮肤的 这种情况下是可以不可以的 我相信很多的爸爸妈妈 都很关心这个 大概您说的这些损伤啊 都是非常表浅 擦伤 擦伤 它那个伤口啊 没有进入到深部 也就是整个的皮肤 没有全程裂开 这种你用个红药水 或者用个红药水 紫药水 给它抹一抹 别再弄脏了 这种情况下需要清 清理伤口吗 也是一样 清理完了再去 涂抹 也可以 对 也是一样要清洗 一定要清洗 洗是去除这个 我们那些张物的一个 非常有效的一个手 我发现我这原来的关键 真的错了 对 其实咱们可能生活当中 很多做法 一直是老辈延续下来用的 但是实际上呢 并不科学 咱们还听听专家 其实怎么说 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就看到一个伤口 有的时候这伤口边 我们刚才演示的那些日常生活的用品 它对带来的那个切口很小 但是切口小一定不是损伤轻 这不是一个概念 如果您那个切口虽然小 正好切到一个合适的部位 比如切到我们这个指根这的神经上 你就哪怕是一个几个毫米的一个切口 可能就会把那神经给损伤了 那所以咱们可以看看这个屏幕上 给大家的一些提示 如果你发现还有持续的不断的出血 比较大的出血 那是比较大的血管损伤了 大的血管损伤了 那您没说的赶紧去医院 再一个就是麻木 有的人伤了以后呢 除了这个伤口的疼 尤其等他刚伤了以后 可能顾不上那个麻木 情绪稍微稳定的时候就发现 我的手指怎么摸上去 什么都不知道了 这个时候一定是神经损伤了 我们以为那个都是太疼了 给疼麻的呢 不是 那实际上是神经受到伤伤了 实际上是神经断了 或者一部分断了 那还有的人我们可以简单的测试一下 看看自己这个包好了以后 看看自己的一些关节小关节 有没有活动 如果这个手指头像在驱侧如果伤了 你一点都弯不了 直了了 发明下去了 我们叫活动受限 那个可能就是您的肌腱段 我们老百姓叫肌腱叫筋 实际上就是肌腱 那个肌腱可能也蛇了 很多时候咱们以为 大家对自己的身体或者是老的一些做法 非常的熟悉 很了解了 但实际上呢 存在着特别多的误区 对 实际上误区非常大 就哪怕是我们这双手 同工就十个指头 但是咱真的了解吗 大家知道咱们这十个手指都怎么称呼吗 对着大屏幕上的一双手咱们就来认认啊 这根手指叫什么呀 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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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根呢 拇指 拇指 拇 哪个拇啊 食品的拇指 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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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根呢 中间这根 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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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重要的 当然它单字的是不同的功能 我们想是拇指呢 还是视指呢 还是无名指呢 好 现在100位观众通过手中的选择 进来表达意见开始选择 好 说实话 这题没出来之前 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说 这手指还有什么哪个最重要 一般的我们觉得哪个最重要 我觉得视指应该最重要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时候按手印都要用它来按 对 我暂同一个观点 你像咱们现在玩各种派的不都有视指吗 不只是这各种派的都不灵 行 你们俩都觉得这个视指最重要 视指非常重要 有没有跟他俩观点不一样的 举手我看一下 说您的意见 您觉得哪个手指最重要 我觉得是拇指 拇指 理由是 比方在女人纳针比较多 我做个背叶做上 要说没了这个呢 可以这样捏 要没这个 你那样捏子不捏 拿东西 我都叫这个特别的 要我说就无名指最重要 为什么 哪个指头戴戒指呀 这个是决定你一生的幸福 对吧 好吧 咱们来看看现场100位观众 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 来看叉叉结果 48位观众觉得拇指最重要 那么到底在专家眼中 告诉大家哪一个手指的重要性最大呢 广告之后为您揭晓 好 欢迎大家回到 中央电视台的健康之路节目 伸出来五个手指不一边长 所以它的功能也不一样 当然在这个手指当中 作用也不同 那看看哪个手指是最重要的 我们看看专家推荐的意见是拇指 拇指 刚才两位嘉宾都说是食指最重要 那为什么您觉得拇指是最重要的 我们的大拇指战的功能的份额是最大的 大概达到40% 现在有的人说达到一半 那么像食指跟中指这两个手指 大概各占20% 那么小指最少占10% 我们手里有三个大的功能 抓 我捏 这几个功能 哪一个功能如果缺了拇指 都完成不了 怎么可能 或者完成得很差 我这里有反对意见了 我觉得好像没了拇指 你看我这里就有一杆笔 我一样能够写字 而且写得也不慢 你写一个我看看 现在可以演示一下 你写一个 就是如果要是不带拇指的话 没有不带拇指 我扣起来 我现在扣起来 写我自己的名字 或者写中国吧 写中国两个字 你看 写得也很快 那我觉得你写两个字行 你要写十个字 写一百个字肯定不行 我说实话 这真不怎么好看 这写得真挺差的 求速度就不讲个质量 你拿一筷子夹夹 没有拇指了 你去夹 没有拇指肯定直接上手了 拿筷子 那真快动了 写字不行 拿筷子也不行 你握东西行吗 拿一锤子柄你去握 抓握能力受很大影响 人家手的最基本的功能 你都上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 实际上我们人类的拇指 真是人类进化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证据 因为我们这个拇指 大家看我们有一个肌肉 叫大鱼肌肌 这个地方包括四块的小肌肉 这四块小肌肉 给大拇指的这个功能 提供了非常大的方便 就是拇指肚吗 拇指肚 对 大家叫拇指肚 就这一块 大家从那个图上 也看得很清楚 那个大猩猩您看就非常小 甚至没有 甚至没有 对 它好短 对 好短 那我们人类的这个 主要的手的功能 比如抓 我捏 对指 对掌 我们叫外展 这些动作 如果没有这个 完成不了 那可能人的手 就跟那大猩猩一样 大猩猩抓东西 就这么裹着抓 而我们是把这大拇指 张开了去抓东西 这个区别是非常大的 因为我在网上看到了 一个网友留言 他说他现在就是拇指缺失 他就担心自己 能不能去考驾照 那个 没有拇指 开车起来 肯定是非常非常的不方便 并且我们觉得 还有一定的威胁 你在非常平常的时候 开车可能还能开 辅助一下可以 但是当你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 比如发生车祸 或者即将要发生车祸 你去操控这个汽车的时候 可能就非常非常的不便了 甚至因为这个不方便 可能还带来一些意外 你就别说 现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 所有的这些行为 就包括咱们人类进化的 这个过程当中 手都在我们这个整个的进化过程当中 发挥一个特别大的作用 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霸王别姬》 看过看过 他其中就是张国荣扮演的那个角色 小的时候就是六指 他妈妈为了让他从事这个梨园的行业 就活生生把那个六指就给他切了 这个在我身边就有 因为我舅舅的女儿 也是我的表姐 她生下来双手天生的就是六指 今天田教授也带来一些照片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多一个小指 你觉得那个姐姐的和哪个比较像 最下面那幅图 这个左下的图是脚 是脚 它是和这幅图的手比较像 它是手指多一个小指 这都算是这个六指吗 对 这是其中的一部分 其实比这个复杂的还多得多呢 这都属于您说的那个多指机型 我们也叫多母机型 就是拇指上 发生在拇指上多了 那么它还可能发生在小指上多了 也可能发生在中间的手指头多了 非常非常多的种类 这种机型需要治疗吗 是不是不需要治疗 就这样也没有关系 不是的 这个机型可以给人带来好多好多的问题 那么第一个就像您说的 它美观有问题 非常难看 小朋友到幼儿园或者上小学 人家别的小朋友好奇 这挺奇怪的 跟我们大家不一样 拿它来玩 逗它 那么像刚才我们图上显示 那个比较重的那个大拇指多 或者像那样的两个都发育的不好 那对它的功能还有影响 你使用起来也非常不方便 田教授我很奇怪 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六指呢 如果上一辈有了 你生下来的孩子又有了 那这是一种大的 我们叫内在原因 就是因为你本身遗传的因素 基因出了问题了 你复制下来 那么就你得什么 儿子 孙子接着往下得 有的我们也有一家的好几代 全是一个一样的 一样的问题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外在的原因 外在的原因呢 现在认为跟很多很多因素有关系 比如病毒感染 比如这个怀孕期间受外伤 比如这个射线的照射 比如我们现在可能吃东西 什么农药 等等等等这些 都可能引起我们肢体的畸形 原有很多的 那要是在怀孕期间做B超的话 能看出来那手是健康的 还是说是多一个手指吗 就我们目前所知呢 对绝大部分手的畸形 就现有的这个B超的水平 非常难把它辨别出来 怀孕的时候 如果受到不良因素影响 就会导致手指也发生畸形 那等到出生之后呢 其实手指也是我们认知大自然 认识整个世界的一个 非常主要的途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来锻炼孩子的小手 可以更好的来帮助 它功能地实现呢 这个问题让何佳博士来告诉您 有请何佳 那么手部的这个功能啊 它确实是非常精细啊 需要很强的这个协调能力 那么对于我们的脑部来说啊 这个手脑的协调也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旁边啊 有一幅这个运动和这个大脑支配区域的 这样一个示意图 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一般来说啊 我们这个如果说 它的运动越精细的话 那么它需要的 我们大脑支配的这个区域 面积也就越广 比如我这里分了很多的色块 像下面的这个 好 这个呢 就是支配舌头的 这一小块 那么这个呢 是鼻子 好 你看 舌头的这个需要动作呢 比鼻子大 所以它支配的这个区域就比较大 那么支配我们手的这个区域 有多广呢 现在我告诉大家 如果说要讲到手的话 从这里开始 往上 一直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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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 这个呢 是大拇指 非常大的一块 大拇指 然后 一 二 三 四 这是四个其他的指头 而这边呢 是我们的手腕 还有手掌的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手对于我们整个人类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支配这个手精细动作的 这么大一块 远远的高过其他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 所以啊 特别是对于这个小宝宝来说 那么我们要给他进行一些 手部的和脑部的协调功能的锻炼 比如说 刚刚出生的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给他做一些 一些触觉的训练 比如说这个柔软的布啊 一块布 或者说 钥匙 那也可以 你看 钥匙 比较硬的 让他在手里感觉一下 甚至呢 像这个小纸片 都可以 那么这个时候 小朋友啊 他还没有办法来抓住他 可是呢 他已经可以 我们已经可以通过这样不同的这些物体呢 让他来感受这个世界 也是锻炼他的这个脑部发育的 那么这个呢 大约是零到三个月左右 那么在半岁左右的时候啊 他其实呢 已经可以握持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他一些东西 让他抓 比如这样一些小方块啊 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小瓶盖 小药瓶 不过这个时候啊 大家看 我们小朋友抓的时候 他只能用这个四个指头来抓 因为他这个时候拇指呢 没有发育的很完全 等到差不多九个月 十个月的时候 他的这个拇指 逐渐的就可以和四指相对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他一些 比如像这个小饼干 让他捏到这个手里面 可以捏起来了 他可以自己捏着饼干来吃 或者一些这个苹果皮 一些水果什么的 他可以这样吃了 等到这个一岁左右的时候 他就应该练习这个手脑协调 比如玩这个 拨这个小蒜盘猪 拨动它 或者呢 像两只手协调的 加上脑袋一起协调的 穿这个两只手 一边看一边动 来穿动它 还有呢 其他的一些动作 比如像这个盒子 把这个盖掀开 扣上 就是先扣的一些动作 还有呢 比如像这个 他可以练习一些拧 拧 转 这样的动作 那么这些呢 都是我们讲的 要从小进行这个手脑协调 精细动作 锻炼的这样一些步骤 好了 小鸡 谢谢老家博士 因为我们知道 小手呢 是认识世界的一个主要的方式 所以在认识世界的过程当中 难免就会受到意外伤害 你比如说 小的时候呢 我就经常在那个抽屉的时候 拉抽屉的时候呢 会把手挤到 我不知道现场啊 有多少观众手指会经常被挤到 举手我看一看 这个我也算 被撤呀 什么门呀 抽屉呀 你看这边有三分之一的观众 我们现在两位嘉宾也有 这边呢 也差不多有十多位观众 那咱们遇到这种情况下 该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啊 你想一想 如果手指被挤了之后呢 哪一种说法正确 也就是说在处理方式上 咱们应该怎么做啊 是第一时间进行冷敷 还是 其实不用管它 它可以自愈 再有一个呢 只要是手指能动的话呢 它就不会骨折 好 来先讲100位观众 通过手中的选择器来表达意见 不用管它 不用管它 它自己慢慢就好了 因为它挤完之后 它不是有瘀血吗 瘀血了 它没有出血 既然没有出血 我觉得就不用管它 我当时简单处理完了以后 跟着第二天就肿了 而且肿到皮肤都已经发亮的那种程度 导致写字吧 其实大拇指作用其实挺大的 因为刚好是右手 明显是这个时候挤了 上课记笔记都是五掌型的记笔记 就这样子来写字 那你去看了吗 没有嘛 那时候年轻也比较觉得比较皮实一些 后来自己回家里呢 就是添抹点那个红花油 这一类的这种 觉得治跌打损伤的药 然后那时候我妈妈再来点消炎药 就对付过去了 但是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这两个手有明显区别 那咱们来看看这几种说法 大家同意哪一种说法的会多一些呢 我们来看调查结果 有43位观众说第一时间应该进行冷敷 这个是选的最多的人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认为 手指其实只要是能动的话 就不是骨折不用太担心 那好那咱们来看看 田教授告诉大家 当你手指被挤了之后 哪一种说法是最对的 该怎么做呢 第一时间进行冷敷 指端的损伤呢 不管是皮可以损伤 那我们手指上有很多很多的结构 比如您看那个骨头 是吧 你挤了一下 可能骨头就有可能骨折了 你可能当时觉得 我没有开口的什么的 好多人挤完了以后 过两天可能要去 好好的去用了 一用这手指头 哎呦不行 我这一拿东西疼都不行 没劲了 没劲了 到医院拍片子一看 原来蛇了 原来蛇了 不是它能动 怎么还会骨折呢 我们要说要骨折的话 那疼的肯定连动都不能动 谁轻轻碰一下都不行 对 这就跟骨折的部位有关系 比如我们手指尖 正好给加了一下 它也可能造成骨折 指尖 那这个骨折远离它的关节 远离关节 那我关节当时要动的话 完全是可以的 以为没事儿呢 实际上过一段时间发现 这骨折 很可能那个骨折还非常碎的 粉碎的骨折都有可能 我觉得今天听了专家的话 确实是特别受到教育 就是包括现在我身边 很多同事也是这样子 他戳了碰一下 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打篮球 手都肿得老高了 我看的都已经发黑发亮了 他就自己在那搓一搓揉一揉 过两天他说消息打篮球那不搓手的 经常这么说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受了伤真的别去忍 别去忍的 忍会忍出很多问题了 对对对对 好多病人在第一时间其实你去医院去处理 可能得一个很好的结果 那如果你隔了一星期甚至一个月了去处理 那跟你当时第一时间去处理的结果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而且咱们刚才看到您推荐给大家的意见 就是第一时间应该冷敷 冷敷 冷敷有什么重要的作用 冷敷呢你疼啊 刚才说了疼 冷敷可以去止疼 第二个呢可能组织死伤了以后它会有出血 冷敷了低温可以让你血管收缩 那可以减少你的出血 那至少可以有这么两个作用 那比如说像刚才李正说 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下 用外用的红花油揉一揉啊 按摩一下可以吗 损伤以后我们是不主张去按摩的 因为按摩你按摩不对 可能会加重损伤 你按摩哪 按摩损伤的地方 当时可能舒服一点 但很可能你把里边的别的东西给又损伤了 或者是原来已经有骨折 你去按摩可能把那骨折按摩的一味更大了 所以还是不主张按摩 另外你按摩是一个刺激 可能刺激的损伤组织可能那种反应就更重 更重 对还不主张按摩 所以我们不主张按摩 损伤以后第一要制动的 要不动 不动 对 保持它不动 没错 不过刚才朱波讲到一点 就好多我们这个被挤了之后 那指甲盖上都有鱼血 你当时鱼血了多长时间 鱼了半个月 半个月它的时间长 那指甲不就脱落 脱落长出新的 你这半个月我觉得都算短了 我看到我们就是有一个家里的邻居 他的那个指甲鱼血 就是头一个月看鱼血 然后再一个月看还鱼血 都过了小半年了 那个血还是一点点的在里面栽着 所以我说它这鱼血怎么会这么严重 对 这个鱼血呢 一般它大概一个指甲的完整的 从它起始的地方到长到这指尖 那大概得需要四到六个月 就说您这个鱼血可能就花几个月的时间 才能慢慢慢慢长出去 顶出去 那么可能 有的人可能受伤以后 这个黑的东西老消不下去 甚至出现了其他的一些问题 那可能就有别的病变出来 不是 我没太听明白 我没太听明白 咱们里面那个不就是淤血吗 对 对啊 还会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因为可能这个外伤可能引发你别的问题 看出来了 会有什么问题 你比如我们指甲下面经常 大家知道有一种肿瘤叫 甲下的黑色素瘤 指甲里的黑色素瘤 对 指甲也要长肿瘤 长很多种肿瘤 其中一种大家比较可能敏感的那个瘤的 黑色素瘤 怎么样才能知道咱们被挤了之后 这指甲里残留的是普通的瘤血呢 还是更严重更可怕的 黑色素瘤 来看下一个问题 我们想一下 指甲上的黑斑出现哪一种情况的时候 是最危险的 想一想它的变化 一个是持续超过了两个月 再一个呢 就是它的面积会越来越大 第三个是破溃的时候有分泌物 来 现场100个观众给我手中的选择期来表达意见 我觉得面积越大可能会越危险 你觉得呢 主播 我同意李征的看法 我也觉得是面积越大可能是这个情况越危险 他们都觉得面积较大 这个是一个危险的标志 有没有跟他们选的不一样的 来 65号阿姨说说您的一点 惯了 叫什么 就化浓了的意思 化浓了 就不好 怎么不好呢 害怕那个什么感染嘛 都已经感染了是 它有分泌物就害怕感染是 害怕那个指头坏了 容易引起那个败血症 那咱们就看看现场100个观众 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 再看调查结果 45位观众选择的是 如果这个指甲上的黑斑 有破亏有分泌物 才是最危险的 1%的观众也选择的是面积较大 那么在田教授的这个专业领域当中 要提示大家哪一种情况是最危险的呢 广告之后再为您揭晓 好 欢迎大家回到 中央电视台的健康之路节目 我们说啊 这个手被门挤了之后 经常都会出现瘀血或者是黑斑 但是呢 专家提示大家 这个黑斑有可能是一个恶性的病变 那我们来看看哪一个症状是呢 田教授推荐的答案是 破亏有分泌物 不过这个我们真的要请教一下田教授 我们觉得刚开始 我们仨人分析的特在里儿 那个恶性肿瘤 黑色素不就是会越长越大吗 为什么不是那个面积较大呢 面积大 你出血面积也可以很大 那你是个良性的 是吧 那不可能是一个 因为这个我们这个题目 大家看得很清楚 是黑斑加上破溃有分泌物 如果没有黑斑 肿瘤了 黑色素瘤 黑色素瘤 对 就您说那个指尖上破溃 是指尖破了还是指尖里头破了呀 大家看右上方那个图 那已经破溃的 指尖的甲板已经都破坏的紧实掉了 深部的您看那个黑的 非常黑的 像被烧了一样 对 就像碳烧那么黑 实际上就是那个瘤的就在那个地方 而且那个底下的 我们还以为是指尖没有弄干净的 不是 是肌里面那些脏东西的 实际上是肿瘤不断地去 黑色素细胞去分泌那种色素 到处分泌 它没有规律地去分泌 造成了指端的变黑 那这样提示大家 就是说其实指尖上要是长了黑斑 或者是我们看似不起眼的 像泥状一样的东西 都要提高警战 要引起重视 像我们您看那个左上方那个图 那个图实际上是一个良性的病变 它在早期的时候都像这个似的 长一条黑线 我们叫黑线 我们叫 对 这个黑线实际上在它的指尖里面 长了一个黑质 就像我们脸上或者皮肤那儿 长一个黑的 那在指尖上它也可以长的黑质的 它这个黑质呢 它要分泌色素的 那么分泌色素呢 它就由指尖的根部 一直往远端去分泌这个黑的色素 那么就染黑了以后 就像那个左上方那一图 但这个时候呢 这个是良性的 这个是个良性的 没事 如果刚才我们说了外伤 好多人就是因为事先有这么一个 黑的一个条状的一个病变 没在意 突然有一天拿锤的 我们都有真的病人都 拿锤的去砸东西 咚咚 就砸了一下 紧接着过一段时间 就发现这条黑线呀 变得越来越粗 越来越不规则 甚至慢慢慢慢分迷雾 破溃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它有一个良性的病变 变成一个恶性的病变 您的意思就是说 外伤的刺激 会让良性的变成恶性的 没错 非常对 那我想问一下 咱们现场一百位观众 包括两位嘉宾 我们观察一下自己的手指 谁现在的手指上 直接盖里边有这种小黑斑 或者小黑线 我们仔细地看一下 有没有 一百号观众举手 您方便下来吗 让我们的专家给您看一眼 来 一百号观众到前面来 您这样 让田教授给您看看 您现在的这个手指 是什么情况 这手指 你看看都长好了吧 对 然来你都像这样 都像这样 它自己一长一长就要脱尖 脱尖 自己就要黑了 自己又长好 这不是马上快长好了吗 这突然 什么功效 我觉得是这样 我然来是那个 串那个羊肉串 在那个厂家 干了两年多吧 现在还没干 其实好像就是这个手指 跟刚才我们图片上 是比较像的 有一条黑线 大家看到了吗 是从这个根 一直到指的尖 这样的 没错 这个会是问题 这算一个黑线 这肯定是一个问题 但刚才我说了 就是引起这个黑线 这个有很多很多原因 比如你接触 什么化学的东西 比如受伤了 这都可以刺激的 那个黑色素细胞去分泌 但您这个肯定不是 那个我们说的 吓坏了 吓坏了 吓得都出号了 没事了 专家说没事 放心吧 好 再接着好好查一查 刚才提示大家 纸节上 如果长出一些黑色的东西 咱们很难辨别说 它到底是 说纸节里面的淤血 还是有一些恶变的可能 所以最好还是去医院 找我们的专家去判断一下 所以说大家也不用紧张 这个黑线 跟很多很多因素有关系 比如吸烟 比如吸烟的人 很可能就要长一个 对黑色素细胞是一个刺激 很可能化疗药的变成 比如这个受射线照射 重金属 就是吸入过多 就是它跟很多很多因素有关系 你看其实通过今天 咱们的这个学习 跟田教授 真的是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大家以为说我们每天都在用这双手 难道对这个手还不了解吗 其实不了解的太多了 希望你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谢谢大家 手很忙 手很累 手也很能扛 于是手生病了 脱身后的时候 手一戳在腿上 就发现胜不止了 不疼但胜不止了 有时候看孙子呀 这时候可能劳动量会更大一些 发病率是很高的 有的时候开在墙壁上 玻璃一刻就对 很多很多的碎块 扎到咱们手里 北京积水潭医院 手外科专家 为您尽力解答 手部健康知识 这是一种非常典型 饶骨进出的这种